分享成功的思想,照亮人生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小叶 哭疼老树婚鸭,空调WiFi西瓜,葛优同款沙发 夕阳夕下,我就网上一趴 网上疯传的一句话,把卵癌患者的日常刻画得淋漓尽致 阿里巴巴马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 世界上很多非常聪明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了错误的教育 他们养成了勤劳的恶习 相反,一些懒人却可以真正成就大生意 马云还说,懒不是傻懒,如果你想少干 就要想出懒的方法,要懒出风格,懒出境界 像我从小就懒,连长肉都懒得长,这就是境界 其实,马云说的懒也许并非真的懒 只是把复杂的东西编得更简单 也许商业的趋势就在这里 以下让我们先举例一些成功企业家的懒出 1.比尔戴斯 比尔戴斯懒得记那些复杂的DAS命令 于是,他就编了个图形的界面程序 如今微软可以守着自己的Windows一边喝咖啡一边数钱 2.麦当劳 麦当劳的产品是两片面包加一块牛肉 产品简单的出奇 他们懒得学习法国大餐的精美 懒得掌握中餐的复杂技巧 如今,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个M的标志 3.必胜客 必胜客的老板,懒得把馅饼的现装进去 直接撒在发面饼上面就卖 结果大家管那叫pizza 比十张馅饼还贵 4.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老板更懒 尽管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 巴西的咖啡香味浓郁 但他不想学习 一个配方打天下 弄点糖金加上凉水 装瓶就卖 结果可口可乐成了世界上最值钱的品牌 5.巴菲特 巴菲特又懒又不懂K线图 他自己说 他像树塔一样懒散 他在1990年时说 当年他们拥有6只主要股票 其中有5只股票 全年没有买入一股 也没有卖出一股 如今 巴菲特人依然是全球最会赚钱的人 6.扎克伯格 据说 当年当年扎克伯格拒绝微软高层 主动提出的约会 原因只是微软要求早上80会面 而他起不了床 扎克伯格承认 如果没有Facebook 自己很可能会在微软做工程的工作 很多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去那里工作 而一开始Facebook也还只是扎克伯格的一个小爱好 这就是懒人经济 是最大的生意 懂了懒人就懂了世界 原始人为了不用捕猎就能吃到食物 学会了养家禽 家畜 千年前 人们为了更省力 发明了马车 百年前 人们为了更快捷 发明了蒸汽机 几十年前 人们为了通信更方便 发明了手机 几年前 人们为了更省心 更高效 发明了人工智能 可见 懒人不是时代的拖累 而是时代的推动者 这个社会多的是发明家和商人 给人们提供方便 治疗懒癌是他们的原发动力 而这就需要不断的发明创造 使用更先进的工具 这实际上 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不要歧视懒人 也不要轻视懒人 可能正是这些懒人让社会变得更进步 日子变得更好 所以 作为一个创业者 要学会研究懒人现象 重视懒人 跟懒人交朋友 懒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 是人类的根本人性和潜在本能 任何人都存在 懒和吃喝玩乐性是同样等级的东西 吃喝玩乐性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需求 围绕这些本能需求 在过去几千年里 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商机 心理学上有个省能心理 就是人在潜意识里有节约能量 谋求更便捷方式的心理 而这个就是懒的根本 既然吃喝玩乐性让你产生需要 既然省能心理让你摆脱不了 那么懒就会控制你 控制所有人 把握懒这个原始本能 就能掌握巨大的力量 懒人经济是一个大概念 它会衍生出很多商业理念 如高温经济跑腿经济宅经济 外卖经济上门经济 O2O经济等等 未来还会衍生出更多的商业模式 懒人经济几乎涵盖生活工作的所有方面 懒人办公懒人家居懒人食物 懒人出行懒人厨房懒人购物等等 有了懒人经济的思维方式 懒人规律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好 感谢观看